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嘿嘿 喂喂 2022年 游牧计划 现在 开始录音 如果要想一起 离开城市去自然的话 就加入我们 发送邮件到我的邮箱报名 2022年 跟之前都有点不一样 他经历了很多 我们之前没有想象过的事情 我们是应该寻找一段新的旅途了 只有思想能让你走得更远 也只有思想 才能让自由的灵魂聚集在一起 我是三科岛图书馆的一号图书管理员 我现在呢是一个瓷器店 比较自己玩的一个店铺的一个店主吧 主要是做波兰进口的一些瓷器 还有一些关于热带的植物 大家好 我是西皮式商务Joy 这是我最近给自己的这个标签 我和我老公经营一家滑翔伞 我和我老公经营一家滑翔伞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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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建立一个反馈和动态调整的循环 才能够保持系统的一个平衡 城市其实这2000年以来 都在围绕人与空间的关系来演化 居民在科技的推动下 需求在不断地变化的越来越快 所以现代的这个城市 因为它的建筑是没有办法去快速响应的 虽然可以通过传感器获取环境信息 但是做不出反馈 做不出及时反馈 我们去不同的空间 去产生不同的生活工作和娱乐 在不同的空间去交互 实际上这个就是人在城市里面 生活的一个维度的本质 那么其实过去我们看这个城市的眼镜 实际上都是人如何去获取空间资源的 比如说从电梯开始 电梯是从垂直的这个维度 让我们能够往更高的地方 更快地去触达不同的这个空间 然后其实后来的各种交通工具 也是让我们在横向的纵向的这种维度 更快地更远地去触达资源 空间作为一种资源 它的可达性怎么去提升 其实就是符合城市发展的第一性原理 当空间的可达性提升了 城市本身的这个效率会提升 但还有一个就是城市现在本身的各种问题 资源不公 不平均 交通拥堵 过度中心化 包括房价过高 隐私泄入等等 这都是现代城市的问题 城市的问题实际上需要新技术去解决 但是原有的城市呢 又很难充分地运用和融合新的技术 这个时候我们就说想象下一代城市 那么未来城市的模式呢 我们认为应该是 为了让这个空间的利用率最高 是让空间本身具备移动性 让居民和空间直接产生双向的 这样的一个互动和交互 基于车联网调度 数据整合 OTA升级等技术创新的支持 自动驾驶将如何改变人与空间的关系 当代城市的生态系统会如何交织在一起 成为有机体 这些都是曹宇腾在思考的未来 贝衣头上一直包着奶奶的超市赠品当头金 足球队组织者 海归 意大利语教师 公路旅行与音乐节组成的90后西皮士 都是贝衣身上的多重标签 在路上不只是一种生活方式 贝衣更希望 这是一场能够影响大众当代生活方式的革命 让家乡的人们更勇敢地追逐爱与自由 哎呦 这里吗 太舒服了 哎 对咯 占栏 占能 占能的呢 占绿 占绿 你注意点下面那个时候可能是不规则的 还是可以的 可以 其实 哎呦 相当不能 真不能 其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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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得做点想做的事情 我们只能还是 把我汇的东西拿出来换成钱 继续下一段旅途 所有的人都在路上 没有人知道 哪条路才是最适合自己的 换好一下看一下 来 可以调这个 老师怎么找这个 书结了 来看一下 是什么 这是正的还是导的 你看一下 太够了是吧 我帮你放矮一点 来来再看 看到没有 看见没有 看见了还一动一动的 一动一动的 那么这一节课 我们主要来介绍一下 望运镜的那个结构 以及组装方法 那么第一个部件叫做三脚架 固定载户盘 安装刺头椅 我们装上去以后 注意调节这里叫一个尾度盘 根据我们当地的尾度是26度 所以我们就要调整箭头对准 26 下一步安装主镜头 在下一步我们就安装微调杆 注意下面有个扁口 这螺丝要对准这个扁口 是不是一个微调杆 可以调整是精度 一个调整是什么 维度 维度 现在我们组装就基本完毕 那么下一个环节就是观测 观测呢 我们这个什么呢 物镜要对准观测的目标 比如说我们现在对准 我们外面的一个树 那么到底准不准 你不可能第一次一次性的 从这个目镜上面去找 我们要从什么 这个旁边有个什么 寻心镜 寻心镜就是寻找 我们就可以用眼睛在这里面找 在寻心镜里面找出来以后 我们再通过什么 目镜 目镜 来观测目标 现在目标是 模糊的 我们可以通过调交旋钮 调交可以前后调 遥远的这个树的树叶 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 这就是我们组装的过程 没有 lic 能够动就行了 可以了 可以了 一定要上纸到螺丝 估计螺丝一定要上纸 平堂县通筹中学的这几台望远镜 几乎都是靠陈礼碧花园得来的 城里比希望 这些来自天眼故乡的孩子 能对天空怀揣想象 你只能是以某一个范围清楚 如果用后面清楚 前面肯定不清楚了 是 前面清楚的话 后面它就是模糊的 对呀 这个很黄色的线 这个面叫黄道 这上面就有12个星座 地球在里面 晚上我们是不是看到个 天上的星星 像所有的星星 全部在一球上面 实际这个圆球在不在呢 有没有呢 没有 因为我们天上的星星 有远也有近 但是我们肉眼 看不出到底谁远 到底谁是吧 近 所以我们里面的地球的人 认为 好像所有的星星在这 这个球面上 我们所以把这个球面认为 叫天球 慢一点 快 一九年年底 方静离开生活了13年的北京 回到了自己的故乡贵阳 创办了三克岛图书馆 比起大城市的压力 网红城市的飘渺 这里更接地气 也更包容 方静想着 如果人的一生中 能够读到有价值的书 也是非常难得的 他希望把这家 看上去没法赚钱的 小小图书馆 开起来 在一篇小品文里 把自己人生的理想 如此描写 此处国有可乐 我既别无所谓 我愿自己有屋意间 可以在内工作 此屋既不需要特别清洁 也不必过于整齐 这个屋子 只要我觉得舒适 亲切 熟悉即可 我要好友树人 亲切 一如日常的生活 完全可以孰不拘离 他们必须各有其癖好 对事物必须各有其定见 这些人要各有其信念 但也对我的信念 同样尊重 就是此处国有可乐 我既别无所谓 那个位是位居的位 就是如果只要我精心有位的话 就是没有什么可害怕的 就是不管处于任何生活当中 然后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呢 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唐吉克德 我觉得在这个时代 希望大家能够做一个有理想的人吧 唐吉克德说 您的意思是 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游侠歧视 歧视小说全是骗人的 对公众有害无益 我读这种小说就是错误 您还说这种书害苦了我 搞得我头脑糊涂 给关进了笼子 您说我应该改过自新 看一些别的书 看一些真实而有趣又有教义的书 唐吉克德他是一个非常非常 相信那个小说里的那些游侠 他相信他们真的存在 他相信那些英雄主义的故事 他一生他遇到的所有的人 都在告诉他 你是一个傻瓜 他是个很天真的人 我其实并不觉得他天真 因为唐吉克德是 见了很多客观真相的人 他知道真相而选择天真 还是他并不知道真相 他能看到这个真实 但是他选择用自己的那种真诚 去面对这种真实 我最近很爱看的一本书 叫做《末日松荣》 然后《末日松荣》呢 它是由一个美国的人类学家 研究从缅甸逃到美国的苗族 他们是属于一群社会边缘人 然后他们又在美国开始 种植松荣 经过了很多年的种植和经营之后 他们就和我们世界上最大的松荣 消耗国日本的资本市场 又连接起了这种关系 就很妙 因为本身是一群社会边缘人 他们通过不去被 社会的传统的路径和规则定义 他们去做自己的事情 然后最后又融入到 所谓的这种主流的一个资本市场 我喜欢这本书是因为 我觉得我们人类 长久地生活在都市里面 我们的喜怒哀乐是虚拟的 为什么是虚拟的 我们喜怒哀乐来自于这里 我们每天 我们的情绪在被手机所控制 但是我们缺乏很真实的体验和感受 真实的体验的感受 它来自于你走在树林里面 你可能踩着树叶 然后树叶碎掉的那个声音 然后来自于阳光洒在你身上 然后你或许感到温暖 或许感到一种很炙热的那种疼痛 人类不是最有创造力 我们的创造力的土壤 其实是来源于自然 来源于 来源于孩子 就是我们可以 妈妈 吐什么吐槽可以当人 好 你拿着过去 你可以先拿着过去一下 对不起各位 没关系 是非常有生命力的一个画面是吧 你看如果我带她去演场 或者是我带她在飞行场 在森林里面的时候 她从来不会要求要看电视 人类太无聊了 秋果多大了 秋果三岁 那正好其实这三年 对对对 疫情下成长起来 很多人问我说 我会不会加拿大的这个问题吗 然后我就在想为什么回来 因为我曾经有十多年 我对我母亲的记忆是接近于一个空白的 我想要找回我的母亲 三年就是没有办法回来 见到我的家人的话 我觉得我可能会很崩溃很崩溃 我在翻那个秋果去年的照片的时候 我就写了一条朋友圈 我说养儿育女不在于最终的结果 而是在于就是你和她相处 汇聚成的这些点点滴滴 那我今天带给大家的书呢 其实也是我今年就是最让我感动的一本书 然后它叫《秋元》 它其实是一位八十岁的妈妈追忆她的母亲的故事 其实就是追忆我们上一代中国人的故事 然后这本书是她在八十岁高龄的时候 在她的厨房里面写出来的 我写了我的母亲杨秋芳女士 一位普通的中国女性医生的故事 写了我们一家人如何像水中的浮沫般 随波逐流 挣扎求生 也写了中南腹地那些乡间人物的生生死死 这些普通人的经历不写出来 就注定会被深埋 书写的过程温暖了我心底深处的悲凉 人到晚年 我却像一趟踏上征途的列车 一种前所未有的动力 推着我轰隆轰隆地向前赶去 我知道自己写出的故事如同一滴水 最终将汇入人类历史的长河 城市的本质是人与空间的关系 曹宇腾想让城市空间像积木一样 这两天又重新确定了一下这个战略的方向 就是特斯拉 它做的是一个能源革命 对 那么我们要去做的呢 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城市革命 人们可以凭借智能底盘 与无人驾驶 自由配置 共享资源 我们要把移动空间带来的这个 城市革命的这个点 然后用Pick City这个项目 包括用移动空间的这个落地 来去体现出来 所以说Pick City怎么样能够真的在第一个项目里面 去把这个商业模式和示范试点做出来 需求是很明确的 解决的问题就是我空间上门 那么解决你就让你更方便嘛 这就是解决懒的这个问题 我们就特别明确 用移动空间作为城市的这个模块 然后来设计一个这样的一个城市 是怎么运作的 我们就要通过Pick City的每一轮的宣传去强化移动空间 我们是在做这样的未来城市 总的来讲就是我们要呈现出一个 引领者颠覆者 这个变革者的这么一个角色 我希望设计出让大家都感到幸福的城市 今天请到的设计师是 我是城市景观设计师韩雅有美 设计过让人们放慢速度行驶的公路 你看你看你看他画的这个 看到没 有点变 对就是很小的变化就会让人很舒服 你看柱子 房子有的可以设计成一种蘑菇的地方 对 还有胡萝卜 胡萝卜也可以 老明 如果生活在这样的城市是不是很好玩 然后车子也可以不一样对不对 嗯 为什么车子一定要长现在这样子 对啊 可以变成猎豹 猎豹 可以 对 还可以变成 兔子 嗯 小猫咪 对 所以如果所有东西又可以自由地组合 你觉得怎么样 那房子加车 就等于可以跑的房子 对 是的 然后可以跑的房子又放在一起 又变成一个新的房子 新的房子放在一起又变成一个新的城市 城市可以还找我们 这个口上然后他就过来了 对 如果你想要 我可以把这些房子还用来 那是 才能够来 你看 好 好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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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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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我们说的白土七星了 看到没有 看到了 这七个星组合在一起 像什么 手指 那么老师用紫星笔 对准这个目镜 看好了 看到没有 是不是从主镜头里面出光了 总有人抬头发现无声的云 总有人伸出手 想要摘下夜空中最闪烁的那颗星 人的一生中最大的幸运 就是在年轻力壮的时候 找到自己的人生使命 作为一个乡村教师 陈礼壁在孩子们的心中 种下了探索宇宙真相的种子 这颗小小的种子 在日后将慢慢萌芽 生长 壮大 正因为用心地爱着这个世界 才会坚持不懈地 要创造更好 更新的秩序 唐吉赫德们是天才 也是笨蛋 因为他们正朝向自己理想的状态 一边奔跑 一边对抗 总有人在想象 总有人会在路上 找到自己热爱的事物 以自己最舒服的姿势 去面对新的生活 建立属于自己的新秩序 未来是什么样子 没有人知道 但每个人都在想象 就是把PICCITY的第一个落地的项目 做成一个非常标志性的 人文和科技跨界的 和未来的这么一个实验性的社区 这个是我们现在目前的一个设想 中间那个吊的那个是什么 窥原仓 我们所有的信号会经过这个凹面 然后就会汇聚到我们什么呢 窥原仓 看好了这里有几个塔 每个塔 每个塔上面都有一个电机 你看一下 我这拉 这六根线 一个放 一个拉 靠的是移动谁 窥原仓 然后把那个面形成什么 刨面 来接受信号 大山里的夜越黑 空中的星星就越明亮 每一次寻找自我的旅途 就像天眼 向宇宙发出的每一次信号 只要找到自己 就一定能成为 未来那个摘星星的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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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